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乡土带您走进辽宁省大连市去寻找蚂蚁岛上的房子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大连那儿有一座岛 这座岛说来有点奇怪 为了一种动物 岛上的居民竟然全都搬走了 连家都不要了 那更让人奇怪的是 他们还往海里扔大石头 说是要给动物做家 您要是想上这个岛看一看 非常的不容易 您首先得预约 不预约压根上不了岛 每天呢 只能上岛166人 多一个都不行 真是一个奇怪的小岛 规矩这么多 我们赶紧去看看 在大卫家海岸线的一处小港口 我们登上了一艘游艇 直奔此行的目的地 那座规矩多多的小岛 这座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金浦新区的小岛 不但规矩多 名字也很特别 叫蚂蚁岛 岛上十分安静 只有海鸟愉悦的叫声 和此起彼伏的海浪声 在岛上转了一圈 我们发现岛上的房子 大多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石头房 对于海边的渔民来说 石头房子的作用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岛上丰富的花岗岩资源 使石头房在建造上简单方便 它的坚固可以抵挡海岛上频繁的台风 海潮等各种恶劣天气的侵害 同时对地处我国东北部的渔民来说 这种石头房在冬天也更加保暖 不过看到房前半米多高的野草 我们也更加肯定了 岛上现在没有渔民居住的传闻 这些依山向海的石头房子 曾经是渔民捕鱼归来的安乐窝 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让他们全部被渔民所闲置呢 浩瀚的大海是钓鱼爱好者的天堂 几番寻找 我们在码头看到了一位正在钓鱼的人 大哥您好 你好 打扰您几分钟 我跟那个岛上转了一圈了 我看这个房子里都不住人了 有渔的我就看见您跟这钓鱼呢 您是岛上的人吗 不是 不是 您是从哪来的 从大连市 我跟您打听一个事 就是我来这之前 就听咱们说蚂蚁岛上 渔民都搬走了 说是为了咱们海里的一种动物 为了保护他们 然后呢 不光是搬走了 家也不要了 而且还往这个海里扔石头 为了让海里这个动物 生活更好 为他们造家 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我不太清楚 我是来钓鱼 你常来这吗 嗯 常来 你看看那边有那个港海的 你过去问问他们 那边有港海的 对 行嘞 那我过去看看 好的 谢谢您啊 不客气 港海对于很多大连人来说 都是一件既有趣味 又有收获的事情 靠海吃海 这是海边人独有的资源优势 大姐 打扰一下 您好 您现在都捡了些什么东西了 捡一些锣 哦 锣啊 还有一些小布 那些小片钉布 哦 你捡这么多 捡多长时间了 捡了有十六分钟 十多分钟就有这么多了 嗯 这就是 今天凤大 凤有不大 大潮 这几个卖 全都死 就拿手捧 落潮是港海的最佳时机 落潮之后 海滩漏了出来 寂静的滩途上 还是有不少海货的 鱼大姐说多得得拿手捧的美味 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生长在海边石头上的小贝类 它们叫做偏定波罗 也是海螺的一种 别看它个头不大 但是把它煮熟了 用牙签挑出里面的肉来吃 是格外鲜香的 海岛人守着大海 要想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是件很容易的事 摊途上看似寂静 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搬开石头 下面有很多的螃蟹 这种小螃蟹与长在大海里的不一样 它们长不大 别看它小 它可是蚂蚁岛上人们喜欢吃的美味 抓这些小螃蟹要两个人配合 而且要手急眼快 不然它很快就会跑掉 礁石上还有很多的海粒子 甚至个头很大的海螺 听于大姐说 渔民现在已经不住在蚂蚁岛了 所以才会捡到年头久 个头大的海螺 如果每天都有人来赶海 这些海螺早就被人捡完了 渔民现在为何不住在蚂蚁岛了呢 于大姐会不会知道 我们要寻找的动物是什么呢 我给你打听个事呗 就是我们听说在蚂蚁岛上 渔民都搬走了 然后呢还往那海里鹰大石头说是 为了给某种动物建房子 您知道吗 是给海参建小房子 给海参建房子 蚂蚁岛就产海参 是吗 蚂蚁岛就海参全是自然生长的 不是头苗 全是海底自然长的 那我们要捕捞上来 怎么 这个我不懂 你这辣老头 他们在那边 等会出海去捕 你问他们看 在那边是吧 谢谢大姐 谢谢你 找了半天 没想到我们寻找的藏在海底的动物 竟然是海参 岛上的人告诉我们 生长在此的野生海参 遍布海岛周围 身多如蚁 因此得名蚂蚁岛 真的有这么多的海参吗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咱们赶紧找找去 大哥 您现在要出海了吗 马上出海了 马上出海 干嘛 这是补海参吗 这个嘛 多天大风 大风这个天气不太好 人建筑不太好 可能已经脱骨 财富不了 还是 我们正好 现在去 我们下的蟹龙 我们要找他名产 生产 金刚吃甲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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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螃蟹是吧 这种螃蟹 现在我马上就要出海了 你给我们出海去看 我也跟着去 可以吗 那咱们现在出发了 现在出发 好 受天气原因 海底能见度不高 所以我们暂时 不能下海捕捞海参 不过幸运的是 我们跟着这艘小木船 出海捕捞的 金刚吃甲蚊 甲红螃蟹 也是蚂蚁岛的宝贝之一 是蚂蚁岛特有的品种 除了来这儿 别的地儿 您真吃不着 这位就是木船的主人 他叫蔡培君 今年56岁 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出海捕捞 一般需要四个人 配合完成 一个人开船 掌握方向 并观察周围的情况 一个人把事先 下好的网捕捞上来 剩下两个人 在船上帮忙 交替工作 现在正是螃蟹肥美的时节 每天早上放下网龙 傍晚准时收笼 只要不刮大风 这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 船行驶了大约十多分钟 我们到达了下网龙的地点 尽管海水已经冰凉刺骨 但亲手抓两只金刚赤甲红的机会 小高可是不想错过 好沉 我这放下网龙 看看我这一窿 有没有收获 哎 有一个 有一个螃蟹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著名的金刚赤甲红 但是它 全的不算红啊 它还小 它还小呢 这个怎么打开 我先拿 我先拿一下 提过去 直接翻过来就行了 直接翻过来 翻过来在口里进去倒水 啊 好吧 我再拉一拢吧 好 这个季节真是螃蟹最肥的时候 但在海面上干活不容易 水凉不说 海风再这么一吹 不一会儿 人就感觉要被冻透了 可是寒冷的天气 一点没有影响渔民劳动的热情 反而更希望天气再冷一些 这样捕捞上来的螃蟹 会更加肥美 我们镜头看一眼 这是 金刚赤甲红了 好大哎 这个 好 我们把它放出来 这个往上提 好 来 可以 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出海的收获 金刚赤甲红 您看它的钳子 多大 已经快到身子的一半了 然后感觉它特别有力 金刚赤甲红 它是不是也 壳也特别厚啊 对对对 壳也特别厚 听蔡大哥说 对于他们渔民来说 出海捕捞可是有不少老规矩的 就拿出海的时间来讲 可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这也是他们必须要遵守的 在每年的七月到九月之间 不管海里有什么东西 他们都不会出海 因为夏天是海里的动物繁育和生长的重要时期 不出海就是为了能让它们更好的生长 因为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就是这样 海里的小鱼小虾还没长大就给吃了 等到子孙那一代就没得吃了 这些好的传统习惯 沿袭至今 经过多年的演化 现在也早已成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了 同样的 蚂蚁岛规定的 每天只能接待166名游客登岛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么规定的初衷也是为了环保 而这个166个人是怎么规定出来的呢 原来留在岛上的服务人员并不多 而在这为数不多的服务人员中 接待的166个人 是他们尽自己所能照顾游客的极限了 接待更多的游客则怕招待不周 因此定下了每天只能接待预约的166名游客的特殊规定 目的还是为了蚂蚁岛的环境能够得以保护 这个蟹笼里我看不光有这个螃蟹 皮皮虾还有鱼是吗 对对对 鱼是怎么吸引过来的 鱼呢 它这边笼子这边有这个口 这个动力断裂耳料 它进去取耳料以后它出不来了 进来了就出不去 耳料一般放什么 耳料放又是霸鱼味 霸鱼 它霸鱼 别什么什么鱼都可以 这个揍鱼耳料 下去照应它 它过来以后进去都出不来了 这是什么鱼 这是黄鱼 黄鱼 咱们这个海附近盛产这种鱼 大连地区的叫六线鱼 六线鱼 地发土名 这个黄鱼 一般都这么大的 小苗呢 我们不拿 小苗这些小苗 我们拿它活 我们都放出去 留以后反几人 所以咱们只采这种 这采的够标准的 就这样我们 自己都放出去 就放生了 就放生了 生长在海底的海参 是什么样的 您见过吗 对于不同颜色的海参 它们的营养价值一样吗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寻找蚂蚁岛上的房子 靠海吃饭的渔民 一方面享受着 大自然给予的馈赠 一方面也十分爱护 渔业资源 在捕捞螃蟹的时候 它们会将一起捞上来的 小鱼小蟹 扔还回大海 捕大放小的观念 早已深深地 刻在渔民们的脑海中了 看这么新鲜的那个八爪鱼 是刚刚从海上捕捞上来的 它还在我手上爬来爬去 特别的和粉 大哥 就是看咱们现在船上这么多 金刚赤甲红蟹 算多的吗 今天 不算多 不算多 为什么 因为多天 前景大风 我们的龙子下来 风前下来 大龙卖扒上来 所以现在呢 吃完都走了 虽然大风会影响捕捞的产量 但对于蚂蚁岛的金刚赤甲红的品质 蔡大哥可是非常自信的 一个有肥 各种大 颜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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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这么大的螃蟹 各算大的吗 不算最大的 不算最大的 最大有多大 最大的 我们最大的金刚赤甲红呢 都达到十八两 七八两一个 七八两一个 需求量 我们是够不用修啊 有多少要多少 所以不愁卖是吧 不愁卖 不愁卖 手法协熟的蔡大哥 三下两下 就将螃蟹捆得 接紧实实了 将螃蟹的蟹钳绑起来 主要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一是为了保护它们 不会相互攻击 二是为了方便 顾客挑选 现在这个螃蟹已经 虽然有两个 特别大的钳子 但是它现在 没有办法攻击到我了 看 金刚赤甲红 这么看 这就走红色了 走红色 刚才那一刀过来 去一证 熟了以后 全是红色了 看 看我们师傅这个手 夹破了 不小心的时候 它已经出血了 刚才工作的时候 不小心刮着了 然后你看它的爪子 呈现出一种紫色 然后这一块 都是那种深的发红 暗红色 所以蒸出来它的时候 是不是更漂亮 更漂亮 那它为什么会呈现出 这么漂亮的颜色 这是个品种的关系 品种的关系 跟咱们这的海域什么 因为根据海域 我们地域海底的海质 一个水质 一个海底的 就是 适合下去生长的环境 所以 造成它的颜色 特别的好看 所以就根据咱们这 渤海湾这块的水质吧 所以 这是一个 咱们这块特有的品种 就是我们 在渤海湾这块呢 我们挨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组织的品种 海洋 海洋毕竟是深不可测 充满变数的 所以蔡大哥明白 下蟹龙捕捞 它们每天的收获 除了要靠辛劳和努力之外 还要靠点运气 每天捕捞完螃蟹 还要再次把一批批的蟹龙 下到大海里 第二天究竟会有多少收获 它们都是无法确定的 也许这就是靠海吃饭的 游民们的生活 也可能正因如此 它们才会对大海和大自然 如此的尊重和敬畏 蚂蚁岛上 大部分的游民 都已经搬走了 听当地人说 离开小岛的游民 不论是在教育 交通 或者是就医等方面 都比岛上更加的便利了 带领我们的边岛 出海的 都是滴滴道道的游民 可以算得上是出海的老手了 那么 我们的边岛 跟着他们 究竟捞到海参没有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风小多了 海面已经平静了 所以我们跟随游民大哥 下海捕捞海参了 海参是生活在海底的 所以需要游民大哥 穿着潜水服 潜到海底 为我们捕捞海参 旁边这位游民大哥 就是待会要下水的潜水人员 大哥您贵姓 满贵姓丁 丁大哥是吧 丁大哥您学这个潜水 已经有多少年了 已经二十年了 已经二十年了 学这个是不是需要考试 考试必须有证 才能改用 那这身衣服 就是您要下水的潜水服 是吧 对对对 衣服厚吗 这个是 这个属于橡胶的 不算厚 不算厚 那下海冷不冷 冷 还是穿毛衣毛裤 还有穿着这些衣服下海 戴冷的话 还能穿棉裤 所以那您穿这么多衣服 下到海底潜得下去吗 我们有捆这个腰签 腰签 就是这种 这个是吧 对对对 这一块有多重啊 这个是五斤 一块五斤 五斤 那这么一串 是不是二来斤呢 现在我这是五块 加这块小的 小的能轻一点 嗯 二十七八斤左右 二十 对有有有 那这是根据什么来 根据您的体重来配重吗 我们穿这个衣服多少 哦 按照您的衣服量 衣服多少 丁绍伟是地地道道的 蚂蚁岛游民 靠潜水捕捞为生 潜水服 挖鞋 腰签 潜水手套 准备工作 还是稍微花了些时间 但这些都是确保安全的 必须装备 面镜和呼吸器一带 丁绍伟伸手麻利的 跳进了水里 对于他来说 潜水捕捞 已经有二十年了 所以蚂蚁岛附近的这片海域 他可是相当的熟悉和了解了 用他的话说就是 哪里有什么东西 他大概都知道 船上开船的同伴 一直紧紧跟着丁绍伟 时刻关注着距离 以便收放呼吸器的管子 而且还要保证 呼吸器的正常工作 为了能够一睹水下的世界 我们特意把水下摄影机 交给了丁绍伟 让他带着我们去海底 一探究竟 在一块块的礁石上面 竟然附着着那么多的海参 密密麻麻 随手就是 一个个看上去都飙肥体壮 真是大开眼界 据说这就是蚂蚁岛的来历呢 在浩瀚的大海中 他渺小得实在不起眼 却是在地球上已存活了六亿多年的古老动物 从样子上来说 他长得很丑 没有眼睛 没有抗敌的任何锐利武器 虽然从不离开大海 却根本不会游泳 蠕洞爬行一小时 还不到三米远 不可思议的是 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中 竟然生生不息了几亿年 而且很有人缘 天敌很少 令人叫绝 大哥 我看您刚下去就十来分钟吧 就补上了这么多海参 底下海参特别多吗 特多 我们这个还是挑大的碱 挑大的碱 就是您手里拿大约长了几年了 这都是五到六年吧 五六年 五六年还是 海参以海底的有机物质和微小动植物为食 它们每天要吞噬大量的泥沙 从泥沙中过滤出可供生长的营养 但泥沙中的养分却少得可怜 所以海参的生长速度非常慢 有人说这正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 对于蚂蚁岛的野生海参 宝贵之处就更不用说了 三个海参能称一斤吧 都能称一斤多 咱们这标准就是三个海参 对 都得足一斤 对对对 蚂蚁岛海参就是这个肉厚 形状还好看 丑人就像元宝一样 它这个刺就是说比较粗短 海参有一个有趣之处 就是会像变色龙一样随机应变 生活在礁石附近的海参 体色会变成淡蓝色 而居住在海草和海带附近的海参 则为绿色 海参虽然没有大脑 却真是很聪明 这种变化的体色正是求生的本能 它能有效地躲避天敌的伤害 从海里才补上来的海参 很快就会死掉 除非离海近 人们很难吃到鲜活的海参 大家见到的海参一般都是加工好的 海参还有一个神奇之处 就是能做天气预报 海上常常风云突变 碰到暴风雨来临的天气 海参就躲到石缝里藏起来 渔民发现海参不见了 会立即收网返航 为了给野生海参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 避免因人们在此生活对海水造成污染 所以岛上的人们都主动搬出了蚂蚁岛 你难道不想过来尝尝它的美味吗 海参的生长环境离不开海藻和礁石 它们喜欢生活在平静偏僻的海湾 为了给海参一个更加适宜的生长环境 蚂蚁岛的渔民就向海里偷放礁石 就在我们打算离开蚂蚁岛的时候 碰巧看到了正在投石造礁的渔船作业 通过水下观察发现 投石之后的海参不但长势良好 还能吸引很多经济品种鱼类来刺集群 修复了近年来被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 维护了海洋生态的平衡 以海谋生计的人要爱海才能生存 海洋生态好了 它们也会得到更多的回馈 蚂蚁岛上的野生海参之所以这么好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就是小岛人对于自然资源的爱护和珍惜 多少年来蚂蚁岛人都知道 善待自然才能够和它和谐相处 耕海洋海不是一句空话 它们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如果有多奇 乡图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她是麋鹿的专职摄影师 搞摄影的人都知道 拍麋鹿大部分是跟着她后面 她是麋鹿的生活秘书 麋鹿她是五张嘴 她们是麋鹿的保健医生 平正是又给她打 打解药 她们是麋鹿的好邻居 经常会看到麋鹿跑回去的麋鹿 经常在我们这边来 下期敬请收看 守护麋鹿的人